前一晚開直播館長陳哲瀚 儘管沒證據 但還是一口咬定三年前自己遭槍擊 是民進黨幕後指使 甚至還點名他們 為什麼會這樣 並非難告 被影射跟槍擊案有關 陳翰館長同框直播有私交的 民進黨立委余天不忍了 難得開槍 沒有證據的話就不要胡說八道 就算為了選舉也不應該這樣子 老哥哥的跟你的交情 我其實心裡也蠻不舒服 不要再抹黑我 那我也特別跟他強調 我不認識保護會 他應該也清楚 所以那一天他也特別留我出患 相談甚歡 同樣被影射和黑幫有交情的 陳明文也大聲喊冤 畢竟陳明文事發後 還有親自拜訪館長當面說明 館長當時也分享和陳明文的合照 沒想到現在卻又緊咬不放 至於被館長指控涉乳槍擊案 民進黨也大動作反擊 公然散播不實訊息 已經違法 也會做進一步的法律行動 中文字電話請托 全部都是保護會的成員 看到沒有 來聊天室的側翼 這不叫證據 什麼叫證據 面對民進黨確定將提告誹謗館長 氣得16號下午再開直播 但明明說好要拿出證據 最後卻只秀出好幾篇新聞資料 就斷言民進黨和黑幫脫不了關係 這樣的證據有沒有公信力 也難怪被點到的人紛紛反駁 參與王家黃周凱 原始小組 特別報導